蔥蛋在鐵板上直直作響 早餐店幾乎每個餐點都必備的雞蛋 現在產地價 批發價 統統都要漲兩塊 之前本來說 端午前以後會降價 結果都沒了 他們就說什麼金石價還怎樣 今天會買多一點 要漲價啦 這樣子這麼貴的 就什麼東西都少吃一點 臺北市蛋商工會 在十九號晚間發出公告 因為目前一天缺百萬顆雞蛋 因此雞蛋產地價 每台金漲到四十二點五元 批發價更是調高到五十二元 不只創下歷史天價 這也是蛋價經驗度第四次調漲 對照蛋黃之前 產地價三四點五元 隨後四次調整 短短五個月內 產地價已經漲了兩成三 至於零售價 以最新六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來說 蛋類價格也漲了兩成九 面對成本壓力 店家無奈 農委會對此回應 雞蛋價格上揚 是因為飼料成本增加 再加上疫情虛緩 暑假到來 國旅熱門導致餐廳需要 供給多需求少才要漲價 農委會說預計八月會達到供需平衡 每天大概是十一萬三千箱 那每一箱那是兩百顆蛋 由於這一次的一個上漲 是短期需求以前的成長 所以整個的一個供給 目前我們還算是正常 通路上的蛋也都還是非常的充裕 夏天天熱 產蛋率低 原本就是淡季換雨的時節 農委會估計最快八月中陸續投入生產 蛋價八月底前回穩 只是明以時為天 面對雞蛋一漲再漲 接下來還得觀察 末端市場零售價是否跟著攀升 進行我們甘免新衛林燕 採訪報導 現在是總統市場零售價是否 最終端市場零售價是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